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自2011年12月10日首次巡航之后的第14次联合巡航执法 中老免泰湄公河联合巡航执法的起始点关雷码头 位于云南省西双坂纳州蒙拉县 河对岸就是缅甸 终点则是距离关雷码头262.7公里的泰国清盛港 此时 湄公河流域仍说雨季 河水呈黄色 两岸山高林密 白雾环绕山顶 湄公河发源于我国青海省玉树州 在中国境内称为蓝沧江 流经青海 西藏 云南 中国境外称作湄公河 先后流经缅甸 老窝 泰国 柬埔寨 在越南胡志明市南部 驻入太平洋 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 被称为东方多脑河 是沿岸各国友好交往 和开展经贸旅游活动的黄金水道 同样也是沿岸人民 和在湄公河上航行的船员们 来以生活的母亲河 毕竟在这边跑了十几年 在这江山的感情是相当好 毕竟我们是要靠这条江无声了 经济来源就是这条江了 像我们美国传言 要养活多少人 像家里老婆孩子就没出事 反正就是靠我们这条江来 跑来养活家人 就是这样 意味着是我们的生命 上午九点多 参加这次联合巡航的 三艘中国舰艇和一艘老窝舰艇 离开中国 进入两岸分数缅甸和老窝的河道 由于湄公河航线 大多数都是原始航道 没有进行过改建 因此河道狭窄 急流多 弯道多 加上岸礁和浅滩 使得航线水情状况极为复杂 能在湄公河上当船长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先当几年的助手 能够独立行船七八年后 才能说有相当的把握 在最初组建云南公安边防总队 水上支队的时候 由于时间紧 根本来不及培训 从别处调人来 又不熟悉航道 船长的人选 成为当时一个颇为恼头的问题 我们采取了这种特殊的办法 从地方制造 来救命 能开船的这种 时光 进来驾驶船舶 在这些制造当中 我们通过整身 包括相关一系列的宣把 等等一些 来求保我们整个 船厅兵力的航行安全 实践证明 通过制造进来以后 通过加强教育和管理 尤其特别团 强化他们的军人的 作风阳城 和激励阳城 因此从目前为止 一直到第14次 美工和联合船的执法 都确保了 整个船厅的航行安全 53-901号舰艇上 这位操舵兵叫罗建春 他就是当初 特招来开船的 九名士官之一 从1990年 美工和航线开通 他就一直在这里跑船 开始是做水手 在床上做水手 做了三年 以后 然后考了大副阵 考了大副阵 就一直在床上 跟着一个私服学 学了七年八年 然后自己出来干床长 美工和河道最窄的地方 只有14米 而参加巡航的舰艇 就有7米多块 稍有不慎 就会碰到两片锋利的礁石 造成船艇损坏 巡航全程中 有十多处 比较难走的水域 即便是像罗建春这样 在美工和做船老大 多年的操舵兵 也必须打起 12万分的小心 所以说在河道上的每一个石头 我们都要把它分布好 把它寄清 包括洪水 枯水 还有中洪水的时候 有的时候 当我们洪水天 把那些石头淹了 那我们就会估计 这个河道在什么地方 就要知道 不知道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这个触礁 这些情况 操舵兵罗建春 郭武他们 在报名参加水上支队之前 都是曾经航行在 湄公河上的船老大 他们对于2011年12月10日 中老缅泰四国 首次联合巡航执法之前 湄公河上混乱的治安状况 记忆犹新 上水船子下水船子 它都短 短停下就上去收场 已经就是与那个收场那个 什么毒品啊 还有金火这些名誉 上去就是 看了有什么东西 就拿出名誉去 那些 潜狂的 湄公河流经世界毒品基地 金三角 每年经过金三角地区 贩运的海洛因 占世界总量的 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大大小小的武装贩毒集团 数无胜数 他们无一例外 都将湄公河 当作大次贩卖毒品 在重要通道 行走在湄公河上的各国船员 生命安全难以保障 当作大而言 若那个务河上的 中国的公司 泳子 军造影岁 泳子 军造影岁 军造影岁 陆 能量 区 那边 北厅 二番 这边 陆 点 他就你不配合他 他就要收拾你 毒品贩运 非法武装 黄金水道不在太平 看了有什么东西 就拿什么东西去 那一张狂战 河畔相声突发血浪 繁忙的航道 变得异常安静 河流域这个 我们这个航运的船只 基本上没有了 已经是没有人在港 在一条河流上 进行这个搞运输 打击跨国犯罪 维护航运安全 自国联手捍卫一方安拟 只有这个几个国家 共同参与联合的巡逻执法 美共和才会有这个安全 跨国巡航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这是编队指挥部 刚刚下达的演练命令 演练力荣威 假设遇到特殊情况后 舰艇上各兵种 如何系统作战 美共和水域危机四伏 为了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除了加强警戒外 像这样的演练 在巡航期间 指挥部会不定期的举行 好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美共和沿岸 各种非法武装较多 在这条河上 曾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十五惨案 2011年10月5日 在美共和响起的枪声 举世震惊 13名中国船员 在金三角水域泰国码头 被枪杀 迪洪号商船船长黎刚 和被杀害的13名船员 都认识 当时他也参与了 打捞遇害者尸体 特别寒酸 说真的 打来的时候 赶紧群身捆起来 特别寒酸 当时我在撞河的时候 我一直看见那个船长起来 手靠靠的 反正打捞起来的时候 后面第二天我们又上去 在上面那个水井那里 又起来散过 下午又在上面起来 又溜过 看到 看不出来 说不出来那个感觉 13名中国籍船员 被残忍杀害 给湄公河 这条昔日的黄金水道 蒙上了恐怖的阴霾 万一 马丁一世 我遇到这种情况 也是害怕得很 必须是 这条僵尸 人们都在 为了生存 但是就这样的怕 惨案的发生 让这些同样是船员的人们 不敢行驶在湄公河上 许多人没办法 只好亏本 卖掉了自己的船 离开了他们赖以谋生的湄公河 整条江的船员 都不想跑 都不敢跑 我的心灵状况 也是很害怕 没有安全保障 是人和人都危险 不光是船长 整个船员 都是危险的 105案件发生以后 可以说一段时期以来 在我们这个 湄公河联合行动批法 还没开展以来 基本上这个湄公河 黄山江湄公河流于 我们这个航运的船只 基本上没有 已经是没有人在港 在这条河流上 进行这个搞运输 湄公河 柬埔寨雨中 一位母亲河 在这里发生了 镇景中外的恶性案件 一时间当地百姓 弹河四变 昔日的黄金水道 突然变得安静异常 近中国就有 一百二十多条商船停运 一千二百余名船员 和六百余名码头工人失业 因为我们是在跑国外 美国国外人 他都有这种心理感 在外面出来什么事 首先想到就是国家 我们希望国家来 来维持这个秩序 给我们出民 出人头地 就是这样 为有效打击跨国犯罪 维护航行安全 在中国政府倡议下 中老缅态 湄公河流域 执法安全合作会议 于2011年10月31日 在北京举行 四国达成共识 建立中老缅态 湄公河流域 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加强情报信息交流 开展联合巡逻执法 联合整治治安突出问题 联合打击跨国犯罪 坚决摧毁 盘据湄公河沿岸 威胁当地安全稳定的 犯罪团伙 从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 湄公河流域 这个形势来看 我们周围几个国家 都是我们的 友邻国家 伤水相连 感谢很深厚的 几个国家 人民群众啊 有些是同宗同族 我们焦虑也是很密切的 如何保障好 这个流域的安全稳定 仍然是不仅仅是我们 中国政府关入的事 也是其他几个国家 共同关入的问题 所以只有几个国家 共同参与联合国的 联合的 巡逻执法 美共河 他们会有安全稳定的 各种问题 遗憾及其他联合国家 有限制的 主要是 美丽马 就会有限制的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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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决定 在公安边防部队中 组建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 联合老免泰三国 在澜沧江湄公河水域内 开展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共同维护湄公河航行安全 来自全国十个边防总队的 二百多名官兵 迅速在云南西双版纳集结 仅用五十天就完成了水上支队的组建 一个方面对有效报复我国公民 在境外的这种财产和生命安全 提供了重要的这个报复和暴展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对我们国家这种 尤其特别是加强周边国家的自发活动 具有探索和这种时间的积极意义 二零一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十时三十分 随着中老免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启航出发的命令 五艘联合巡逻执法船 劫揽启航 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的中国公安边防警察 宿立在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 5390153903等艇上 与其他国家执法船一起 从云南关雷口岸出发 开始执行联合巡逻执法任务 2011年12月13日下午 参加中老免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的 中国巡逻执法船顺利返航 抵达中国关雷港码头 这标志着中老免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 全线安全圆满成功 我们是第一次参与到国际执法船当中 然后呢是也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国家 对外执法船的一个新模式 从2011年12月10日首次联合巡逻执法 到2013年8月19日 云南省公安辩防总队水上支队的官兵 已经13次成功参与联合巡逻执法 2013年9月22日 已经是他们第14次参与联合巡航 中老免泰四国开展联合巡逻执法 贩毒集团非法武装依然蠢蠢欲动 对我们联合形容执法的编队 可以说是无形当中还是构成了很大危险 毒品贩运暴力驱使 看似平静的河面却是暗潮涌动 特别是离习这种不法分子 受到灵异驱使的这种驱动 因此这种在充实过这种违法法 茂密的丛林穿梭的船只 巡航官兵高度戒备 警惕鸣枪案件的袭击 怎么说呢 用一个比较激进点的话 就是必须要有一颗必死的心 跨国巡航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从第一次到第十四次 从巡逻执法船起航的那一刻开始 到整个巡航期间 每位参与巡航任务的官兵 都以展现中国警察的威武勇敢为己任 从第一次巡航开始 危险始终伴随着参加巡航任务的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 水上支队的官兵们 他们经历了十五湄公河惨案 首犯诺康 被成功抓捕处决后 诺康参与势力的报复行动 以及其他非法武功的公然挑衅 所以这第十四次巡航 危险依然始终存在 从我们开展了 这十四次联合巡逻执法的情况来看 以及我们掌握的 这个湄公河流域的 情报信息的情况来看 对我们联合执法 这个船队的威胁 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 一个方面就是诺康残余势力 司机报复我们执法船队 报复我们中国船队 这样购买武器 以及组织残余势力 伏击我们 这样的刑事 我们都经常收到 再次也就是 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武装 要填补诺康势力的一些真空 来组建新的一些实力 一些小的团体的犯罪团伙 这样的情况 也是在湄公河流域也是存在 对我们联合巡逻执法的编队 可以说是无形当中 还是构成了很大威胁 站在船头警戒的队员 用高背望远镜 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水面 和两侧的河岸 不时通过对讲机 报告发现的情况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 观察岸上 是否有携带武器的可疑人员 防止他们使用枪支 过火箭筒 袭击巡逻船 观察水面上 是否有可疑小艇在跟踪 并企图靠近或登林巡逻船 是否有水雷 拦截锁链和漂浮爆炸物 遇到情况 要及时做出正确处置 当观察少要求我们观察员 要有很高的静体性 而且对情况连盘比较及时 同时轻视报告要到位 因此我们一般宣派的观察员 要求军事数字要非常良好 同时对底星的判断能力比较强 综合数字比较全面的通知 担任这种境界和观察 一旦发现情况 在及时判命的情况下 及时报告这个指挥员 巡航编队的安全 除了巡航之前的情报搜集 和舰艇上的仪器设备之外 就要靠每艘艇上 站在船头的观察哨了 他们是舰艇的眼睛 相对其他队员来说 他们又是住在最危险的地方 差不多吧 因为我们站哨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最前面 最前面那个地方像挡板那些东西 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暴露面比较大一点 相对来说的话 如果是真正遇到袭击的话 那个面应该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一点点的 对巡逻编队和过往船只来说 湄公河里的礁石 激流等固然危险 但都是冥墙 而藏密于两岸浓密树林 和水面小艇的劫匪 随时可能飞来的子弹 才是暗箭 所以每一个参加巡航任务的官兵 从登上舰艇的那一刻起 就知道危险也将与他们相伴 实战就意味着要战争 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 只要是领取实战了 就意味着你要出去执勤了 就意味着你要随时准备的牺牲了 在外面不比在国内 在外面你就要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 你不管是自己本能也好 还是身边的战友也好 怎么说呢 用一个比较激进点的话说 就是必须要有一颗必死的心 2013年9月23日上午8时30分 急促的电铃声突然响起 紧接着扩音器 传来编队指挥所的命令 所有人员进入一级勤务部署 人员隐蔽 发现目标七十八个 根据整个航行的特别是原案的非法武装活动的情况 来发分整个勤务的等级转换 所以一般最高的勤务等级是一级勤务 一级勤务就说明原案的非法武装活动比较突出 而且那不命的情况比较多 对我们边对这个整个航行的安全 那个构成的因缓比较大 我们从下达这个一级勤务的情况下 你在一份之内 你必须要给我完成所有的装弹压弹上考 这些都有我们平时考核 我们都有规定的 比如说你这个前面机枪 我一旦下达这个勤务之后 你这个兵弹员 你这多少分之内 你给我把弹弹装上去压好 进行瞄准跟踪 我们都会实际给你看好 你训练直接达到这样的要求 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实际上这个兵 加班舱门关闭 观察员就位 机枪手就位 整个兵队进入最高级别状态 此时边队刚刚经过老窝 孟瓦里奥 进入金三角核心区 震惊中外的十五层岸 正是发生在这一水域 相对之前的航道 这里的水面比较开阔 两岸的山峰一座接着一座 全部覆盖着郁郁葱葱的原始秘笔 金三角这个地团呢 历来都是形式非常复杂的 国中这个势力啊 可以说是暗流运动 尤其特别是 一些这种不法分支 受到淋漪去世的这种启动 因此这种在充实国中违法反击活动 因此对我们整个这个巡航 编队在组织之中 这个联合侵略之法当中 对我们提出的这种 安全上的这种很高的要求 作为世界毒品的主要产地 金三角早已名声在外 这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境内多是高山峡谷 毒品犯罪活动非常频繁 为了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中老免太四国决定 利用联合巡航机制 打击湄公河区域毒品犯罪 2013年3月19日 中老两国联合执法 在美宫河水域成功破获一起 各大跨国贩毒案件 缴获冰毒579.7公斤 站在53902号巡逻艇上 进行编队指挥的人叫庞卫华 水上支队参谋长 参加过12次巡航任务 他也是破获319 跨国毒品案行动的具体指挥员 在中老免太四国联合执法合作 不断深化背景下 2012年11月 一个长期利用湄公河水路 进行大宗毒品贩运的 跨国贩毒集团 进入公安部门的视野 巨额利润驱使金三角地区的跨国贩毒集团 准备银而走险 我们当时得到的情况就是有批毒品 要从硕率码头上船装船 南下就要到这个金三角水 严密监视周密布控 预定的时间已过 却不见运送毒品传制的踪迹 他毕竟在湄公河上 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演讲一线的话 他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耳朵 摩托艇逆流追击 侦察人员小妙登船 看似普通的甲板 却是暗藏玄机 甲板掀开后 才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 一个暗沉 跨国巡航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情报显示 这个贩毒集团组织机构严密 反侦察意识很强 主要活动在美工河金三角区域 多次组织大规模毒品贩运 公安部禁毒局将此案列为 布局毒品目标案件进行多办 并积极与老窝开展情报交流 案件协作 2013年3月 中案组获取情报 该团伙将于3月19日凌晨 准备行动 我们当时得的情况 就是有一批毒品 要从树里码头 上船装船 南下 要到这个金三角水域 情势紧迫 先方工作组立即部署 云南省冰防总队 与老窝军方协调启动 联合巡逻执法合作机制 对途径默默的运送毒品的船只 进行拦截查击 我们水上支队在老窝 默默的地方建了一个联络点 排除了15名官兵 那么这段水域 比较开阔 水面平缓 便宜观察 特别是对我们船艇出击 进行拦截 有利于我们开展行动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到了下午15时左右 本应案计划 途经孟默的可疑船之 陈雨昊 却没有出现 根据在苏雷码头的侦察员报告 毒品已经装船驶离 那么一条载重200吨的大船 为何凭空消失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对方发现了什么 一旦发现 有制法人员的话 他随时可以将船靠拨 靠拨两岸的话 随时可以把毒品转移了 所以这个方面打击的力度确实很难 这是一方面 二一方面 他地方武装的话 或者参与贩毒的人员 他毕竟在湄公河上 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延长一线的话 他应该还是有他自己的额目 就在指挥部分析可能出现的状况 准备采取应急方案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可疑船只的消息 在孟墨上营 58公里处的一个孟墨里尔潜滩 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的民船 通过一打听 发现了这个地方 因为水浅 搁浅了 大量的船只都遭到了供潜 那么我们这个毒品船只也被勾潜了这个地方 情况近期 指挥部果断决策 迅速派出孟墨联络点的四艘摩托艇 逆流而上 主动出击 这里航道 极流险滩 凝交暗室 摩托艇 它本身 这个 赤水比较浅 比较轻 如果出现 任何伤势 都可能造成 停毁任务 时间就是 战斗力 你要是第一个时间 误了时间的话 我们上期以后 可能它 有可能将毒品已经转现 所以当时我们专案组 在考虑这个问题上 也是不论有多少困难 有多少危险 第一个时间 必须要赶到司法水域 两个小时后 中老双方 40余人组成的茶几力量 抵达孟巴里奥水域 通过寻找 终于发现目标船只 毒品犯罪 往往伴随着武装贩运 尤其在湄公河金三角地区 因此 缉毒人员会随时面对危险 这个是担心的 我们就是担心 船上的这些人员 对我们实施袭击 或者是我们 在我们登船的时候 对我们采取行动 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 根据当时运送毒品船只 搁浅的情况 旁卫华他们借口 需要救援 巧妙地上了船 在控制了船上人员后 他们马上展开了查找毒品的工作 从驾驶室到他们的驻舱 到机舱 以及他们的户舱 全面进行检查 包括他的水舱 都全面进行 将近一个小时 都没有发现毒品 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着急了 我就不知道 就要想这个毒品到底去哪 难道都被转型了吗 就在这时 细心的侦察员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家里是正下方 有一条狼狗 还有一个摩托 它就摆在这个地方 因为平时我们看见船上 都没有这个 没有狼狗 难道这个地方有问题 最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狼狗和摩托车 摩托车搬开过后 把这个铺在上面的 这个甲板 悬开过后 才发现这个地方 是一个 一个暗沉 这一次抓捕行动 共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 五名 缴获疑似毒品 冰毒579.7千克 价值超过人民币 五亿元 为四国联合巡航执法行动 增添了一项 辉煌的战果 2013年9月23日上午9点 第14次 中老缅泰联合巡航执法编队 在到达金三角水域后 掉头返回到老窝的孟墨码头 他们将在这里 开展查击行动和联合走法 从2011年12月10日首航 到现在接近两年的时间 随着中老缅泰四国 联合巡航执法的 不断推进 各国船员对航行的信心 得以恢复 航运量已经超过了 15惨案发生前的水平 国家重视了 所以今天讲上去 慢慢的给新玩起了 你看今天又打了多少新船 如果不是能够打个大船 那些卖船都卖不进 现在是我们国家的制法船 我们肯定心情都要 把自己打得多了 有一刻都不怕了 如果是没了一刻还是害怕的 老百姓特别是我们每次联合 巡航执法编队通过的时候 原案的群众给我们挥出旨意 尤其称为我们的巡航执法编队为 美工河的束缚船 通过我们的努力 原案的群众安全感 明显的这个提升 9月25日13时 参加联合巡航的舰艇 安全返回到关雷码头 这标志着 中老缅泰第14次 美工河联合巡逻执法任务 圆满完整 自中老缅泰四国 美工河联合巡逻执法启动以来 共派出执法人员1956人次 执法船艇106艘次 总航程7162公里 总航时578个小时 成功救助91艘遇险商船 打捞沉船两艘 为500余艘商船进行了复航 深夜时分 蒙面人竟然开车 偷走三吨多重的石头 外表看似石头 其中却蕴含着 价值300万的秘密 多起盗窃案件中 一个外号胡须老的人 多次出现 臭气熏天的菜地里 被掩埋的石料 终于重现光芒 疯狂的石头 天网满目 近期播出